亲朋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参加设计竞赛 尤其是美国战术运动会 以及我们日常去靶场打靶训练 所需要的一些装备 好 首先介绍几款我自己常用的包 首先就是枪包 长枪包 我们都建议选取双枪包 这一个夹层里边有这么一个格挡 可以让我们装两把步枪 你可能暂时目前就一把长枪 可是今后如果再增加枪 就不需要再增加一个包 因为每增加一个包 我们都需要一只手来去抓它 或者是背在背上 手和我们的后背的空间都有限 这个包不光可以装两把步枪 而且前边还有一个夹层 可以让我装五六把手枪在前边 我这一个枪包的尺寸是32英寸 其实它是给短款的枪来设计的 比如说这一款Kaltec KS7泵式现弹枪 它就是刚好符合这个32英寸长的枪包 还有就是SBR Short Barrel Rifle 短管步枪以及AR Pistol 那么这个长度的枪包还是和鲁格PCC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拆分开 这样来装包 如果是一把AR15也需要这样上下枪身拆分开 就可以放进这一个短款的枪包 那么我选择这一个短款的枪包 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到的这个手推车 这个长度正好就可以放进那个手推车里边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去选择一个不需要把AR15这样的完整的16英寸的步枪拆分开 就可以装包的话 需要的是36英寸的枪包 这一个包的长度是36英寸 那么这个长度就可以让AR15并不需要拆分开 就可以塞进包里去了 尤其在加州我们的枪管最短只能是16英寸的话 那么36寸的枪包也许会更适合你 那么当大家在亚马逊里输入Double Rifle Bag这样的关键字之后 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产品 而且一模一样 这是因为很多品牌的包 其实是那么一两家公司代工的 那么我得连在中也给大家放一个相对便宜实惠一些的 它就是一个代工企业 这样的代工企业自己推出的产品 跟我们市面上看到其他各类品牌的 甚至是一些大品牌比较贵的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购买 好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Double Bag 就是一个军用的旅行袋 或者说是收纳袋 这样的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有记载 如今在美国的军队也是 每一个新兵都会发一到两个 这款包来自Condor 它是Double Bag这样的一种概念 可是我认为它的拉链更加合理 因为传统的Double Bag 它就是这个包是这样合住 然后拉锁这样拉 当你的东西装得很满的时候 特别不容易把这两部分扣起来 把这个拉锁拉紧 但是这个包的设计 它是这样转一圈 像揭开盖子一样在里边装 那装的东西很满的时候 你就是从上边使劲压压 这样仍然能够把这个拉链拉起来 那么这个Double Bag 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特别能装 它能装很多很多东西 那么这一款的上端 有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包 适合装你的军靴 和其他的这些东西分开 因为靴子会比较脏 那么我教课的时候 平时在这里边会放我的头盔 有的时候给我们的小学员 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军事装备 尤其是男孩子们也都喜欢这些 这个背带藏在这个里边 把下面连接点连上 你就可以把它背起来了 像我平时一般不会这样背 所以我就把它藏在 这一个夹层里边 那这个Double Bag 在去参加战术运动会的时候 主要装的是防弹衣 子弹 然后军靴 等等这样比较大的物件 由于这个包特别能装 那么我出行的时候 也是会用这样的包 只要不是说乘飞机这个行李需要托运的话 都采用这样的包 能够把我好几天换洗的衣服都可以塞进去 那么除了这些尺寸比较大的手提包之外 我们还会选择一些背在身上的包 比如说这一款单肩包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不用摘下这个包的情况下 就可以拿你需要拿的东西 还有就是当你能够充分利用胸前的这个空间 能够背一个包的话 那么你的背后就又能够再背一个背包 后边一个背包 前边一个这个单肩包 两侧各拿我刚才的两个长包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一趟去拔场 所有带的东西全都背在身上了 好那么这个小背包 我是最近刚买的 还没有评测过它 所以不好推荐 我给大家付个链接 大家可以自己买来试一试 那么这款单肩包 首先前边这个夹层 可以装上一到两把手枪 那么大家记住至少是在加州啊 如果你用私家车运输枪支 手枪别忘了需要这样的小锁子锁起来 长枪如果你直接往返于家和靶场 靶场与枪垫或者家与枪垫之间 如果说你下车 你就一定会带着枪的话 那么你可以不锁 但是手枪只要在车里面运输 就一定要锁起来 然后它这个主要的空间 可以装不少东西 尤其是我教学会有很多这种小的东西 比如说拔纸 包括什么望远镜 侧距仪 枪套 弹夹套 这些东西都可以塞进来 那么我们再说说颜色 大家也看到这样的黑色的包 去了拔场 这个风尘普普 它就很容易显脏 所以如果再让我买一次的话 我会选择买刚才的这样的 均绿色或者是沙漠色 这样比较金脏的 有的尘土以后不太明显的颜色 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手推车 这一手推车对我们所有去拔场设计的朋友 都很有帮助 因为往往停车场离设计的这个地点 有一些距离 我们这些大包小包的 像我刚才也就是四个包了 前后然后手上提了两个 这样还行 但是有这么一个小车都放在这里边 然后来拉上走 会极大的节省体力 那么参加设计比赛 往往都是有好几个项目 那么你从一个项目走到另一个项目之间 你这些大大小小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推车 你就得全都塞回包里边前后背上 然后手上拉上再去走 可是呢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小推车 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特别容易地找到 什么东西在哪里 步枪子弹放在这个小车里边的这边 手枪子弹放那边 上弹器在那边 一目了然就可以找到 就像一个能移动的小桌子一样 好那么下一个参加战术运动会必备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户外折叠小椅子 还有这一个遮阳伞 那么如果我们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之下 真的是有这个中暑的可能性 只要没有在参赛 我们就要尽快来到这个阴影底下 会减少你出汗 出汗我们最需要担心的是 电解质随着汗液排出 尤其是钠 sodium 关于户外参赛补充电解质这个问题 我们专门详细讲 但是这个东西帮助我们 在德州四十多度的酷暑里边 在这个烈日之下 免于中暑 好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来说清洁用品 这个清洁用品不是清枪 是清洗我们自己 凡事需要跟枪支弹药打交道 我们都需要去努力避免的一个健康隐患 就是铅中毒 lead poisoning 那么铅从哪里进到我们人体 第一就是通过嘴 第二是通过鼻子 那么第一种能够减少我们吸入铅的方式 就是戴口罩 其中最高级的防护是戴这种防粉尘的面具 但是我们再有雾霾天气出行戴的这个口罩 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 那么甚至就是我们医疗的这种口罩 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减少粉尘的吸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更加倾向于户外靶场 室内靶场空气 不如户外靶场更加流通 吸入粉尘会更多 那么如果是通风系统不够好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大家如果是偶尔去的都无所谓 像我这样一周三五天都在靶场的话 就需要考虑这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来说除铅的清洁产品 那么首先说洗手液 这个铅不会随着皮肤渗入 可是我们需要担心的是 在手上有铅的情况下 用手去触摸面部 去喝水 去吃东西 这样的时候会把铅带入口中 所以我们首先都要先把手上的铅除掉 再去喝水吃东西 这一款是普通的 这一款是有颗粒状的 会洗得更干净一些 这样的小瓶适合随身携带 然后这样的大瓶适合你买一大桶 然后这个用完了可以装 会比单买小瓶要实惠一些 在除铅之后 并不代表你手上的这些污渍的残留 就会洗干净 所以我们会用到这种机械维修人员 用到的这一种强力的除污渍的洗手液 这个也是带颗粒 我们第一步先除铅 用除铅洗手液 然后第二步再去用它来除污渍 这样的小瓶也是带在身上 这样的大瓶我就放在这个洗手间 我只要是擦完枪 或者是摸了任何从靶场带回来的东西 就都会进行这两个步骤 第一除铅 然后第二步就是这个强力的去除油污 如果我们遇到有的靶场没有水源 那么我们就需要这种湿纸巾 而且它不光能够去擦手 它可以去擦枪 可以去擦任何你手会接触到的东西 比如说擦擦你的车的方向盘 如果你打完枪再开车 然后你的其他的家人再去开车的时候 手上就会沾有钱 所以大家都常摸的东西都擦一擦 我的学员朋友们下课之后 我都会给大家用 如果是我忘了的话 大家提醒我一下 那么在家里边我也有这样的大号的 整理完这些枪支弹药 第二天上课的东西之后 再拿它来擦一擦手 好的 然后我们说沐浴液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签不会随着皮肤渗入 可是你不能保证手在身上接触了之后 能够确保你绝对不摸脸 或者说不会立即吃东西 所以我主张回到家 首先第一任务是先洗澡 然后再吃东西 它是body wash and shampoo 它既可以洗头发 也可以洗身体 能够让我们在跟家人近距离接触的时候 不会把签沾染给家人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们 儿童对签是特别的敏感 就是说这个签的量并不需要很多 就会导致一名儿童中毒 那么这一个小瓶用完之后 来一个大瓶 把这个小瓶倒满大桶的 会比较实惠 好然后最后是洗衣液 我们从靶场穿回来的衣服 都不要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 在一起洗 因为布料上附属的签 仍然可以去相互传播 然后这一个小瓶用完了之后 换这个大瓶 这个也是大桶比较实惠 够你用一阵子的 根据我刚才所有介绍的东西 大家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签并不是我们普通的洗手液 甚至是酒精消毒液 就可以洗掉的 它是必须得有专门去除重金属 这样的这个液体 或者是湿巾来去处理的 朋友们健康无小事 而且关于对签中毒的预防 是事关我们的家人 尤其是孩子们的健康 所以诸位 凡是在工作中 与签会打交道的朋友 都应该考虑这样一系列的除签产品 避免我们把签带给家人和孩子 这样的日积月累 导致对健康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